請留意星期二晚九點半 遊戲人間 中文字幕提供 口感絕對令人回眉 王國紹影評來自《蘋果日報》 笑中有淚 言情比《那些年》更厲害 結局扭暗花明 可能觸動人心 尋真 影評來自《爽報》 陽框姐妹圖 今日姐妹無敵 不看母話題 Thank you for the facts From A to Z Are you ready, kids? Ayeye, Captain I can't hear you Ayeye, Captain 我們這個禮拜的題目 其實就是叫亡年戀 有人一回來就問 亡年戀 是嗎? 不是兩個很老 或者兩個很年輕 一起的叫亡年戀嗎? 我們呆了 亡年戀的Joby 不如你講一講 你當時是怎麼想 你前幾十年 是不是坐牢出來 但你對這個人世 是沒有任何認知的 逢星期一晚9點 後起之秀 香港人網 笑聲最好聽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販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你反押線技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 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怎樣為之射箭 和一般的射箭同內約不同 那裡是由香港射箭總會 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Waymoney負責教導 他不只工具 還很用心教 咦? 這樣對我了 那地點在哪裡? 在港鐵麗芝各站 A出口 想知道多些詳情 可以打2515-1161 或者www.bermond.com.hk 看看吧 聽完節目有些我 大角追的靚煲王 正宗豬骨煲 新鮮首次肥牛和優質新鮮山鳥 健康又好吃 還有波體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hk 訂位吧 本店已採用MBS系統 林宇洋 萬必 聲洩醫生 劉翁 還有 袁黎明和近文芝 和你一起打造 妄想最大檔 好了 10時33分 繼續妄想最大檔 尖培中那段 看了幾次 但每一次看 都還是 有些人聽不明白 不是 聽就不明白 我都聽不明白 真的很好笑 有些網友說 他是0票的 自動當選 沒有人跟他爭的 很多年 這一節 我們想講一個課題 有選舉制度 研究專家留用 我想講一下 雖然我們不支持 超級區域的功能組別 但是 我們從一個遊戲去看 分析的角度 要玩這個遊戲 究竟戰略 策略是應該怎樣 現在最 最說的是 泛民 究竟是用一條 鑽石名單去選好 還是分名單去選好 其實 講這個問題的時候 回頭要講 究竟 泛民出多少張名單去選 現在 舉手的 有五個人 民主黨 陶謹申 民主黨 雲兆堅 這個就是 街工過檔 民協 馮檢基 公民黨 舉了手 但是 司馬民 還未獲得 香港永久居民 但是他說 如果司馬民獲得不到 我就陳遠芯出 所以 公民黨 會有一條票 還有 街工 黃潤達 但是 在這五個 舉了手參選的單位裡面 公民黨 跟街工 他自己本身 都不夠票 是要問街坊 借票 才可以的 這個禮拜有文 就說 新民主同盟 就願意借票出來給公民黨 或者街工 應該他肯借就夠了 他肯借就其中一個 夠一個 其實都不夠 如果公民黨加新民主同盟 剛剛十五 不算自己的 因為 所以 還欠一票 要再借回來 但是 如果公民黨夠 街工 又到街工 不夠了 那就又辣了 仇口 而民主黨 應該 就不會 當然 當然 但他不會借出去 除非 借不借給文協 文協自己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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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協救 你看這個格局 他就不會借票給別人 現在整個故事是怎麼說的 這樣也叫泛民 這樣也叫同盟 你不能這樣說 因為 當你決定出兩條的時候 根本就不會成就多過三隊出來 現在 你經常說泛民什麼 六四比例 六四比例 當是民主派 有六成的選票 頂籠都是三隊 那三隊還要 票的分佈是二十 二十 二十 那樣 才會是 那又不對 等我又 說完一次 好 但是 他們又開始醒目 哎呀 但是這樣 因為泛民 過去功能組別 都是一些大的功能組別 選民人數多 譬如教師 社福 那些 那些人 如果是回到本身的功能組別 即是沒有轉過來 沒有犧牲原有功能組別 轉過來的話 即是說 這六是沒有六的 對 你本身的底盤是四六 但是那裡可能 去了一成 都不定 我想搬一下冷嘴 這件事不是兩年前已經知道了嗎 對 那時候他們想不到的 不是兩年前應該要想完 不是有人說兩年前 就說我們因為 這個超級區議員 的制度 就會有三比二 拿多一席嗎 為何現在 我上晚 所以 如果 泛民主派 是派多過三條隊 那 那個名單就叫做 書實拉名單 是 因為沒有可能 拿到這個 我怕全軍覆沒 一定是四席的 只要有分散 分薄的選票 如果平均地分薄 四席 結果是不是有 一席都沒有 不會 不會 如果五席 平均分了五席 你那五成票 五席平均分了呢 如果一人五成 那會不會只剩一席呢 如果一人五成 當然有機會沒有 有機會五席就沒有 因為對家都是五成 對家都是出五條隊 又騙得多你一票 那你就拿去 當然可以是這樣 所以 現在就有互相勸退 大局為眾 那些人就勸民主黨 就說 你派一條好了 不要派兩條 你這麼霸道派兩條 你派兩條 那就是說 人家街工啊 那些公民黨 不用玩而已 那你說泛民 即是當日 民主黨 都不是說民主黨 都要拿光的 他們是說 民主派 大家都有得玩 那時候 甚至說 不排除借票 給別人入場玩 以前還說過 尤其是最多話說 在這個故事裡面 尹兆堅 這是壞人之中的壞人 他就串街工 如果你出糧要鐘 我就可以考慮 遮不出 你如果出黃潤達 勝算又不高 那為什麼要我們民主黨 民主黨要讓 我不出兩條 我們民主黨 他自己覺得 如果出三條 他自己 比司馬民厲害 比黃潤達 可以 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point 就是說 我們當時跟民協 一起投這個超級區議員方案 你們反對 你有什麼資格參加 你們反對 又佔據了道德高地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是道德高地 如果這個是道德高地 你為什麼當手 你不知道 你不應該參加 應該只是讓我和民主黨和民協參加 這樣說話 這個尹兆堅 果然是壞人之中的壞人 這是壞人之中的壞人 我想告訴你 何俊仁 如果你敢走出來 我想問 這個黨員說這些 你認不認同 如果你認同過 你就推翻了當初 支持超級區議員方案 那些什麼泛民大團結 那些什麼爭多一席 不用大家 沒有東西的 總之大家一起爭三席 這些全部都推翻了 因為 尹兆堅 其實就是Sleep of Town 已經說出來了 因為是我們兩個 投票支持的 所以 只有我們兩隊才可以參加 這個就是他的說法 壞人 始終是壞人 以他的實力來說 他不讓 那你們看看夠不夠膽 即是 說實啦 名單來街工 公民黨 看看夠不夠膽這樣做 那很多獨立的 如果他們要湊夠三十 都應該夠 即是街工和公民黨都夠 即是獨立民主派 我真的不懂分 有四百多個 不知道他們借到什麼票 你問八姐姐 可能借給你 但據聞街工 可能有機會 據聞街工 可能在葵村區 都借到一些 獨立建制派的提名 獨立建制派 其實如果我是建制派 我可以借給你 借到你 出十對 你也要取得到 但是這樣 這樣借拿 司馬超之心 要取得那個 又是不知怎樣 是不是 好 我先講一講 先講到花邊 其實不是很多人 很想選超級區議員 第一個扭計那個 反而是實選那個 叫做陶謹申 他說 我兒子老婆亂 如果黨不是全力支持我 競選經費 因為六百萬 所以我自己出一半 我不如回九西 你們都要去選 你們全部都去選 我繞在手 回九西都會贏 最想你這個王碧雲 選不到區議員 要不然是你去選 現在你捉了我 最想去生死醫生 沒關係 我加上也不夠小王多 你現在捉了我出來 要我揹三四百萬數 怎樣揹 反而有很多人不想選 其實建制派那邊也是一樣的 如果有得選 又是寧願不選 當然 而且你做過直選議員 走到功能組別那裡選 你醜不醜 那又排除了這個心態 全港區 他可以拿幾十萬票 近百萬票 好像很厲害 不知所謂 這些人擔民主旗 60萬票會贏 他們只是估計 保守估計 可以 所以就有另一個說法 既然你們說配票 是有機會滑鐵路 全家省的 如果別人是拿50多% 你是40多% 40多% 除5的時候 有這個危機 可能只剩下兩席 最少 是本來只有三席 但是變了兩席 是因為計錯 因為 配票 或者 什麼叫配票 票的分佈 是 不得平均 這樣 側上一邊 民主黨很厲害 拿了五成 民主派的選票 那就 只有你和馮檢基 可能最後 所以 就有一個說法 這個好像是街工提出的 就是用一張名單 但一張名單的好處是什麼呢 好處就是 大家不用策略性投票了 全部都掉下去 但是要排位 如果法民有六成 六成都掉下去 那頭三個就贏了 那怎樣排位 他們先談不談點數 還有省一點 計算一條隊200 那就省很多 就不是三條隊600萬 是啊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 但是 錢根本已經不是說到錢 都是在說位 不過你用回 ERIC 說 牌的先後次序 也是打交 當然 另外就是 都是 怕著 只得兩個得 第三個 就已經不行 那如果一張名單 都是只有兩個得 那就是真的只有兩個得 不是 三張名單 有機會 又可以用餘鴨 用餘鴨 來贏 民主黨最喜歡哭 怕 等他擺第三個 等他在那裡 陶謹申擺第三個 死了 我真的要翻九世了 那不可能 如果一張鑽石名單 馮劍姬和陶謹申一定排一二 當然 當然 但是有些人就說 一張名單不行 因為一張名單 剛才那個泛民六四還沒說完 馮劍姬說 人民力量杯葛 是不是他這樣說的 是啊 那裡可能拿了一成去的 是 他 老實說 我應該再一次過 先說 但是馮劍姬的而且 在這麼多nonsense 說了這麼多nonsense 裡面 這個是make sense 是啊 那裡是少了一點的 但是少了多少人 當你繼續黃金六四 也有機會滑鐵爐 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有些人 誰也不服誰 本來我會投司馬民 但是我看到你整張名單 是連民主黨 民主黨押了他的 我連那票也不投 明知那票也無法投司馬民 這是第二年04年 七一連線的問題 是要投你八甲黨 我就算中立 我覺得可投可不投 我最後因為這個心態 寧願不投 對的 變成我是喜歡民主派 但是為什麼我要投給民主黨呢 嗯嗯嗯嗯 好了 劉主席 你分析一下 首先在數字先說一下 鑽石名單 鑽石名單 一條票 其實是不是一定不好 不一定的 首先不用拿60%的票 如果拿到55%的票 就一定贏 一定三值 因為餘額是5值 55-20變成35 35再減20 就是還有15 那你剩下那邊45 除到盡三值 剛剛好分到雲 都是每人15 所以只要你拿到55% 你就必須拿三值 這個是首先基本的道理 而如果你的target 是拿三值 其實鑽石名單 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實 因為就是55% 已經必須拿到 甚至不需要55% 因為那個55% 應該計算得很盡 如果你大概是53-54% 基本上你都會拿三值 因為那邊沒有理由分得那麼均勻 即是共產黨雖然厲害 但都不會猜到那麼均勻 一定不會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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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拿不拿到55% 記住所謂64黃金比 已經從來不是64黃金比 是55-45左右 還要計算中票效應呢 最多是57-43 但如果人民力量 或者社民連 有其他比較堅定的民主派 出來投白票 或者不投票 其實基哥的說法 只剩下五成 即是一半多一點 這個說法 不是沒有道理的 對的 不是沒有道理的 第二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剛才所說的原因 就是 分開大家可以選擇 喜歡誰投誰 我喜歡基哥 不喜歡投身 我就投基哥 如果是七一年線 就是2004年 世界上最愚蠢的選舉 的策略就是 全部人擺放在一條隊 就個個都不投 全都投給長魔 這就是七一年線的事情 而都可能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不過 要記住 這一次 就是光譜的差別沒有那麼大 因為你說馮檢基 你說涂謹申 都是差不多 分別是不是很大 雖然不是沒有的 我不會夠膽說沒有 是會有這個因素的 所以這兩樣東西 如果加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鑽石名單 的確是有點問的 而如果你最終只得到50%票 那你就會虧張了 你就測一定是兩席 因為如果只有50%票 你的餘額是只有10% 第三席 因為減二十再減二十 那只剩下10% 人家對面有50% 拉回三張名單來分 是很容易 十五、十五、十六、十六 不用那麼準 就算你十一、十四 然後那邊一個二十五 都已經會多過10% 所以如果你只是 嘩他們未必會計算這條數 會的 都不會 所以如果你預算 計算人們兩個Factor 計算別人 看見你貼在一起 我就不喜歡投你的Factor 預算是只剩下50%左右 那一半 還有剛才他說的 功能組別沒有轉戶那些 所以應該再減一點 是的 可能也四十八 我覺得不少 所以如果你只剩下一半 那你就一定只有兩席 如果你想目標三席的話 你一定要很有信心 起碼拿到53%的票 如果你自己覺得只有50%的票 那對不起 你要拿三席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拆開三席 但是如果用拆隊法 出五隊的話 那要拿三席 是不是相對艱難呢 首先如果你只有50%的票 你拿三席已經是很艱難 其實如果你拆五隊 當然就是更加艱難 其實 如果是這樣 你問我 如果拆五隊的話 那你就預算大家 也不會減少到四成票 我估計 有50%的票的話 那你證實名單 你就target兩席 因為你拆五隊的話 我可以擔保你寫包單 你一定拿不到三席 不會多於兩席 是的 因為你50%要分進三 要有兩條隊 一票都沒有 另外三條隊 平均分16% 你才還有機會跟別人鬥 因為如果對方真的出三條 分拆到倒塌陷 你是輸定的 再加上 你公民黨怎麼都拿點票 街工店都拿點票 拿回5% 8% 你怎麼會救人三席 所以如果你是知道出五席的話 那不要說太多了 而你有預算自己得五成票的話 不用想太多 一條轉成名單 那你保證是兩條票 保證是兩條票 一定保證兩個人進去 如果你的target是兩席 如果你的target是三席 只能出三條票 只能出三條票 所以你要欠三席 對不起 你們只能出三條票 或者你很有信心 拿到55%票 建制派從來沒有想過一條名單 雖然他們可以大團結 不需要 他們自己都打算分明單 即是民建聯出兩條 他們都是打算分明單 第一,因為這樣不著數 其實你看這次 這個建制派在其他直選區的大分裂 都是因為去年的新冬效應 新冬如果以純粹票數來計算 是不應該五席比兩席 應該是四席對三席 但就是因為泛民主派全部分開 差勁 所以可以拿到五席 而他只有兩席 就是民建聯的兩席 所以這次人家全部拆開 反而是有好處的 而其實如果他出陳婉 走出劉光華 加上李慧琼 其實他們三個 李慧琼當然比較弱 但比較起來 都會有分票的效益 而他們的分票能力強一點 當然是 他們這樣分開選 不出一條名單 是很好處的 因為他們一向只有45% 如果他們一條名單 是不可能得到三席的 所以他們唯一的方法 就是拆開三條 其實 所以我奉勸法文 很簡單 你究竟想拿三席 還是想拿兩席 想拿兩席 你出陳詩名單就可以了 一定可以 就不用說那麼多 如果想拿三席的話 你要勸退兩個人 如果勸不勸退不了 那你其實就直接說 OK 就是這麼簡單 但就算你勸退兩個人 一出陳詩名單 也不代表你拿兩席 都不代表你拿兩席 都是在二席 其實那個拼 拼第三席 拼的感覺 比一條轉成名單更大 即是你轉成名單 至少保證那兩個 其實就能夠實入 但現在這樣可以 三個輸掉都可以 即是你數學上 我覺得如果這樣分開 是在一席 不是在二席 如果出五條票 出五條票 最虧張的情況 就是別人出第四條隊 因為你出五條票 其實你是很可能 因為如果你最虧張的 你只有五十個百分比 張張也是十個百分比 你就糟糕了 你就糟糕了 那白姐姐考慮出 我覺得可以的 我也可以的 因為他出四條票 對他的知名度 他可以的 一定比黃潤達和尹兆堅 不是吧 猜雲12.5% 是可以分開四條 都可以贏 不過我覺得 四一這個可能性 機會不大 我覺得這個不可能 但是我要告訴你 建制派拿三席 泛民主派拿兩席 已經是寫在場上的事實 是寫在場上的事實 不用說了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用說了 說多一點泛民 現在又有人提出 不如泛民初選 又是 我不知道 你會怎麼想出一個初選機制 不要玩這些東西 如果我是街工 就神人 夠了 夠了 如果我可以讓 我就早就讓了 是啊 如果放到泛民初選 他在馮檢機 都不是很想的 浪文初選 泛民初選排名次 我猜他應該排到第二 誰啊 鳳劍基 第一 他覺得他是特首候選人 是啊 拿兩席 其實泛民沒問題 一定拿到兩席 可以告訴你 問題就是 如果你現在跟我說 其實我們都是target兩席 其實他應該要反台 雖然我們都反台 那搞什麼 那你剛出右話 你當初實施說拿三席 現在你通過了 沒有大筆位通過了這個超級區議員方案 原來中了三席給對加 那你還不是共產黨B隊 是啊 他說什麼 民主 就是爭取多了一點民主 什麼 是啊 現在被人抽淡你 抽淡了毛啊 2比3就是別人抽淡你 我可以告訴你 今次這樣的選舉 首先超級區議員 一定會被人抽淡 就是被建制人抽淡了 而直選呢 你以為多了五席 你會拿到三席嗎 我不肯定 第二 就是新東人 人家會配票 配得好些 你是會輸回那席 所以其實直選 是你不會有好處 而這個超級區議員 你是輸回一席 都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政改方案 是陪了夫人幼稚 並幫民主黨選了這條路 他一定是繼續要的 撐下去 就是說是 他確保自己 已經達到目標了 是啊 我們轉過來這邊 看看建制派 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最堅實參選的 就是陳婉嫻 陳婉嫻也有機會 在建制派裡面 拿到最高票 或者 甚至會不會是 整個超級區議會 功能組別裡面 拿到最多票呢 這個很有機會 也很有機會 但反而陳婉嫻這個factor 是對於 泛民主派有機會拿三席 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陳婉嫻 吸過多 吸票力會太高 累死了 如果譬如李慧琼 就會累死了 但當然是 given 泛民不是出五隊 如果泛民出五隊 就不用怕了 一定死的 否則保皇黨 泛民出五隊 那就行了 這個factor也不用怕了 不過你記得當年 只要阿爺吹雞 那些票就自會回陳鑑林 陳婉嫻就馬上跌票了 這也是 這個 晚必有 是很 深水清 2004年 2004年 九龍東的選改 陳婉嫻說自己是票王 有什麼有差 最終他的票數是少於陳鑑林 證明了其實 你不是票王 你又配了票效 而只不過是 你的票是可以配給別人的 亦都反轉頭來告訴大家 尤其是公聯會 阿嫻姐的票是可以配給別人的 所以呢 我剛才所說的 那個嫻姐 factor 都只不過是說一些 游離一點 中間的票 因為呢 其實我覺得最理想 陳婉嫻可以拿到葉劉票 是的 如果你純粹從一個 最理想的建制派的角度 我是西環 應該是出一個公聯會 一個民建聯 加一個自由黨內的 因為有些所謂商家中產 他是不能投入民建聯和公聯會 是的 但是陳婉嫻就可以了 陳婉嫻好一點 陳婉嫻好一點 所以呢 都是形象大了 是的 當然是的 其實我經常想問 譬如現在 超級區議員是全港性的 其實對於阿爺 配票來說 是不是更容易了呢 即可能 這區這區這區 陳婉嫻 沒錯 陳婉嫻可以甚至陳婉嫻不下來 港區做宣傳都可以 是的 反而民建聯 現在有少少爭辯的 第一就是劉剛華 必出的 因為他最後一天去參選區議會 你也知道 但是之前所唱的民建聯第二席 就是張國均 這個企我副主席 但是現在唱得更好一點 就是李慧嫻 曾經李慧嫻表達過很不想選書級區議員 他寧願也是留在舊西的 就像陶謹申一樣 這個很實際 就是當你放棄了你的大區之後 你下一屆回不了頭 沒有了那個老巢 老巢變了對方 變了黃碧雲 陶謹申拿完這個 可能要退休 除非他繼續超級區議會 但是原來區議員都選不回來 其實有奉獻的區議員很容易選不回來 你見很多立法會議員 都選不到區議員你就知道 而且這次他屈水立去那個新區選 你都不知道之後 阿爺怎樣放人進去 然後再投票 下次不到他 但是當民建聯 如果是出劉光華加張國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叫做一加一 就是第二席是搏的 可輸可贏 贏了就當是bonus 但是當你見到劉光華加李慧嫻的時候 那就是跟你死亡 是兩席自在必贏 否則李慧嫻做 因為李慧嫻聽了出來 那個狗犀呢 都有危機 待會再講回全港形勢的時候 誰去選 爭餐死 選不選到 還有一個小小 當然選到的機會很大 但是 出李慧嫻的時候 即是一個信號就是 民建聯 是誰都不會讓 阿爺都不聽 那田北辰呢 之前劉翁很想田北辰 就是從分析上 田北辰可以吸納到 左派民建聯吸不到的 所謂的中產保守票 即是葉劉票 就拿了 自由黨票 自由黨票也拿了 但是現在這個局 如果民建聯是劉光華、李慧嫻 加陳婉嫻 那他們都是在意望三 那放了田北辰 即是叫你慧嫻 叫你去死 是呀 是呀 所以 作為民建聯 他不借票給田北辰 是天功地道 當然 田北辰也在想 如果是這麼辛苦 我又不用求其他人 我便下回新界西 他在新界西的贏面 都很大 他自己覺得他又窮虎翁作戰之後 區議會又贏民主黨 空港 他和新界西又經營了幾年的事情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分析 就應該田北辰回新界西 的機會就大一點了 這個局之後 劉光華抽起 李慧嫻抽起 對於九龍西 新界東 有什麼起的變化作用呢 都頗有趣 我上次每次講到新界東 就沒有時間了 那就選擇 重點講新界東 好嗎 我們可以平區復賺盟嗎 好嗎 百萬多人 萬必你的兒子 萬必你的兒子 口碑再度,越影越旺 走勢更勝,作史不離三兄弟 未看就快點約起一班老友去看吧 南韓文藝片又一奇霸 如一道甜酸苦辣共野一爐的韓國菜 口感絕對令人回味 王國紹影評,來自《蘋果日報》 笑都有淚,言情比那些年更厲害 結局扭暗花明,可能觸動人心 沉鎮,影評,來自《爽報》 楊框姊妹圖,今日姊妹無敵 不看母話題 Ivan Sir,現在打工時,下班未必能放工 曾Sir,炒股票都一樣,收了市都會盯緊市 那收市你怎麼看? 由我曾Sir,由我Ivan Sir 和你一起去收料 這樣就知道過宗的奧妙 記得,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見吧 黑白碰,男仔、女仔碰 打雀大了這麼多年,是時候試試新的東西了 全新麻將天下Online 除了中日台任上任碰任理砌之外 獨創的十三張麻將新玩法 以及首創物理計算擇式 連麻將館的細縮白都大開眼界 想和自己或者網友打仗? 就要快點進去 www.komjgame.com 愛明,你好 我想你不需要將我的名字讀出了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渺小的人 沒有人會認識我 從小到大,我也很喜歡聽一些慘情歌 正正因為我的經歷 每次都會越聽越痛 我很想知道,為什麼世界上會存在愛情這件事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人生其實是一齣戲,還是一場遊戲 我們究竟是戲子,還是玩具? 抗入星絕無意義 它不會扭轉分開的心意 逢星期一晚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還是二人發生會 我來讓你回想 我來